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用玉米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美食 也是我家过年餐桌上必备的一道大菜 其实好多人都吃过 但是具体的做法都不了解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关火 倒入一碗玉米面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子烫一下 玉米面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 搅拌至没有干的玉米面 像这样的就可以了 把它放入大碗里 晾至温热 放入三颗的酵母粉 放入五颗的白糖 促进酵母发酵 再少量多次的放入面粉 下手揉成面团 中间干的话可以倒入适量的牛奶 揉入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盖上保鲜膜 密封想发两倍大 准备一把窄洗干净的蒜苔 切成小丁 放入盘里备用 准备10块钱的猪肉泥 放入两颗食用盐 来一点生抽 适量的蚝油 用筷子搅一搅 准备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片 切条之后再切成丁 放入盘里备用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油温微热 放入葱花炒香 炒香之后 放入调好的肉沫 炒至肉沫发白 放入胡萝卜丁 蒜苔丁 先开大火 给它翻拌均匀 放入一把虾皮 非常的补钙 再来一点生抽 来一点老抽上色 适量的甜面酱 开大火 给它翻拌均匀 炒至蒜苔和胡萝卜 断生 放入两克食用盐 这个时候放呢 它不容易出汤汁 再次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放入碗里 用勺子使劲按压一下 扣上一个盘子 给它倒扣过来 把碗取下来 看一下 这个面团已经醒好了 里面是满满的蜂窝状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揉搓一下排气 给它揉匀揉透 搓成长条 下一个大剂子 一个小剂子 一个小剂子 先取一个小剂子 把它揉圆 最后把它团成一个球就行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取一个大剂子 给它揉圆 给它整理成一个馒头的形状 再从底部 给它按出一个小窝来 这样就可以了 在里面呢 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把刚才揉好的 这个球就放到里面 反过来 再给它整理一下 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都做好之后 直接放到蒸屉上面 盖上盖子 饧发15分钟 看一下 已经饧发两倍大了 拿起来轻飘飘的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大火把水烧开 再蒸15分钟 时间到不要着急打开盖子 焖上3分钟 看一下 非常的蓬松鲜软 把它取出来 把我们这个玉米膜 给它拿出来 把里面这个小球 就给老公吃就可以了 这个留着孩子吃 因为这个玉米面被烫过了 它吃起来特别的松软 而且不会滑嗓子 这样子做上一盘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有蔬菜 有肉 还有主食 咬上我们炒好的蔬菜 哇 这样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 而且非常的有营养 蒜苔吃起来非常的开胃 虾皮吃起来补铁又补钙 颜色搭配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样做出来 主食和蔬菜都有了 过年过节来上一盘 家人们非常的喜欢 招待客人也是超级的有面子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会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